大家好,我是MKC主播李玉成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推动营件工程绿概念 建立永续的绿色家园 自从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全球的生态环境和气候 都因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逐年攀升 而导致温室效应的影响 而营件产业其实是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来源之一 如果能够在营件产业中导入绿色的概念 以工程全生命周期的深入探讨因应对策 以及它的具体作为 能够有效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也是全球环境和人文资产得以永续的一个关键 随着全球暖化的气候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实 因此先进国家通常都会致力于 严拟和推动很多减缓的具体的行动和策略 甚至以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或是说在国际间签订各种公约 这些目的就是要挽回这个环境破坏的一个因素 而营件工程的排放量 虽然没有石化工业重工业等等这么严重 但是如果从无到有的建设和开发 这样子的种种层面的意外上 其实是环境生态的扼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此我们以部分工程规模较大的大型营件工程来说的话 可以由碳足迹的概念来探讨 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由于台湾目前因为节能减碳平和系统的一个体系 还没有很健全 而关于新技术新工法的推动 其实它可不能或缺的公共工程上节能减碳的这种 等等的观摩因素 使得永续公共工程概念 其实是不容易去落实和推动的 不过呢其实对于永续公共工程的推动 它其实仍然是有它的方法的 近年来国内的许多公共工程 在规划设计的时候 已经逐渐导入这样一个绿建筑的概念 通过了工程结合人文永续和环境共生 使得工程全生命周期运作的过程当中 可以尽量减低伤害环境的生态 以及资源的耗损 也希望能够达到人类与环境的共生共存的和平愿景 今天我们又要跟大家分享 以台北市立图书馆北投分馆这样的一个工程实力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北投分馆 其实是台湾第一座以绿建筑建筑的一个图书馆 它的建筑物主体结构都是由木材建造而成的 北投图书馆先后其实获得了许多卓越的建设的奖项 以及品质优良的奖项等等 而它的管址呢是位于北投温泉清水公园里面 在工程规划的当时就是一个希望不仅是一个预览的空间 同时也有油气和观光的功能 因此基地的生态环境和景光融合就成了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而其次呢是在设计的阶段 广方其实坚持采用木材作为主要的建材 原因就是因为木头能够抵抗硫磺器的一个侵蚀 而且也与在地的文化历史背景有相关 而此外在基地和周围的步道都以透水的铺面为主 绿化屋顶以及斜坡草坡的设计都可含养水分和自然排水 以至于达到雨水回收槽来收集雨水 进而做到绿化和减少水资源浪费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的一些设施和设计的标准 都能够达到基地的保水一个目标 而且在屋顶的部分 它是以轻植生态的屋顶 设有太阳能光电板来发电 也结合了采用大量阳台遮阳的一个反垂直的木格柵栏 可以降低热辐射进入室内 也降低耗能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 建筑物的部分则使用木材和钢材 建材可以回收再利用 也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 在室内健康与环境指标的部分 对于木材建材除了要做白蚁防制之外 也要使用生态涂料 以及避免可以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装修的工程 这样子可以减少污染和有毒物质的释放 也避免影响人体的健康 除此之外呢 设计师也特别设计设定了图书馆的坐像 图书馆主要呈现一个三角形 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减少太阳的西晒 透过了刚刚跟大家介绍一些设计师和广方的用心巧思 它融合了环保健康以及再生的概念 导入绿建筑的理念 可以克服了采光西夏的问题 也调和了人和建筑 以及人和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同时也造就了这样一个永续优质的美丽的建筑 台湾目前的营建产业发展 其实已经逐渐趋劲于饱和 而不论是民间工程或是公共工程 都是以观念制度的导入 这其实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成果的 但是应该如何能够在营建产业中 导入绿色环保和节能减差的概念 这么做才能够有效于减少环境破坏 也使得人文环境可以永续发展 以制度面而言 应该要及早建立相关的审议制度和机制 而且要积极落实和推行 以使得公共工程执行过程中有所依循 也能够让民间工程的标杆 得以仿效和学习 让永续这样子的一个愿景 能够逐步的实现 以上我们今天MPC跟大家的分享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